恭喜大家 你好啊 蘇肥 你好啊 墨幣 我們今天做什麼事 接下來就是2015年 陽炎新年 到農曆新年 總是有些事情最想知道 我知道 什麼呀 鬥了多少錢內事 也是 但是叫你做墨幣 叫我做蘇肥 也是說運程方面 不如事不宜事 我們不如快點說一下運程 但是這樣的 今年是屬於范太歲 所以行事一定要小心謹慎 還有健康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有健康的黑星出現 我剛巧又知道 我大媽的狗姑姐 綠兒婆的七兒獎 都是熟牛的 熟牛我也想知道 是呀 熟牛也是充范太歲 醜味雙蔥 所以導致很多東西都不太順 不過都是先左就後順 財富方面 因為受著大好星的侵擾 所以財富的狀況比較不穩定 但是相反 我屬鼠的朋友 今年的運財 下半年都可以的 是嗎 因為老闆是會嫁人工的 還有你做生意朋友 是會賺大錢的 但是小心 千萬不要亂買東西 牛的事 其實都好像剛剛我所提到的大前提 都是先左後順的 上半年就會有些阻滯 下半年就開始有些希望 起色的機會 最重要是提防一些小人作稅 健康方面比較差 尤其是他們精神的問題比較緊張 容易在斑緊的人 所以需要 聽多些小肥的歌放鬆一下 1 第2 第3 第4 第4 聽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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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因為泛空聲 很容易有意外 所以開車的朋友 我建議都是 遵守交通規則 謹慎開車 屬鼠也是 因為屬鼠今年是健康的黑聲 所以記得多做運動 注意個人衛生 和小探病人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兩個 經常唱情歌 那我們說一下感情方面 好 我先說 屬鼠的女生 會認識到一些新的異性 但他們都不是理想的對象 所以不要投放太多感情 而屬鼠的男生 OK 異性緣非常好 也可以考慮一下結婚 屬牛的女生朋友 他們的婚姻是異性的 很容易結婚 屬牛的男生朋友 哎呀 婚姻就差一點 他們的女性緣就差一點 人緣方面 比較差 暗淡的 好 最後我們說一下 鼠年有什麼可以逢空化的 有一個方法 就可以在年初 洗多些牙 或者捐血 或者可以在家裡放一杯水 就可以逢空化的了 還有我建議 就是現在 牛龍鼠的女朋友 都充分下水 都做好一些涉太歲的準備 逢空化吉 好 多謝你 多謝你 麥比 我們說一些恭喜的話 你先 恭喜大家 生意興隆 財源廣進 我希望大家 喜喜羊羊 好像我這樣 羊羊得意 多謝你 有 我 我